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出生于四川南充 二十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两年后随红四方面军 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 三过雪山草地 是一位不折不扣的 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 女红军 我清楚地记得 在漆黑的夜晚 在蜿蜒曲折的路上 我们点燃了火把 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 把天地照耀得通红 我没有失去记忆 我一直在寻找着生命的火种 这是晚年时 王定国对红军生活的清晰回忆 1933年10月 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 解放了王定国的家乡 四川迎山 王定国发动各家客户的女孩子 参加这支军队 他们随即组成红军中 声威赫赫的妇女独立团 在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贵州后 红四方面军大张旗鼓欢迎中央红军的到来 为了加强宣传工作 平常爱唱爱跳的王定国 被组织上调到文工团 然而喜悦的气氛并没有持续多久 张国焘和毛泽东却在北上和南下的问题上 发生了意见分歧 张国焘率部南下 另立临时中央在南下遭遇极大困难的时候 不得不率步北上 红四方面军两过雪山三过草地 这让张国焘和他的部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你第一次过雪山草地的时候 路上还能找着野菜什么吃 来来回回几次以后 什么东西都找不到了 他自己讲在雪山上 冻掉了一个脚趾头 我说怎么会冻掉 他说反正是脚已经在雪 雪里头走得已经木了 那时候也没有鞋了 就是拿个布裹着脚就走了 然后那个脚趾头 拿手指头一掰就掉了 那里休息就演出 那拿拿队嘛 一会儿要搞得好 人家有点力量往上爬 不就上不来了 当然鲤啊鲤正板 鲤捏得住啊 鲤死了就完了嘛 处在劣势的张国焘 不得不接受中央军委提出的 西渡黄河打到新疆 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 他们组成西路军西针 随即遭受盘踞在黄河以西的 马步方等地方军阀的强力阻击 在被派往红九军总部的路上 王定国等人遭遇马步方部队 总部掩开的就被敌人包围上了 后来说再派另外一支部队啊 把敌人引开 那哪个部队都调不动敌人 不知道谁出了个收入主义 把妇女团上去 这妇女团一上去了 马步方人 把托管绑子就抓 抓女共匪 谁炸的就谁的 王定国最终难逃厄运 他和战友们 被集体押往马步方的俘虏营 敌人呢 就是把身体好的留下 把那看了这病有病残的啊 干不了活的 就把他弄死 他们就把他弄到那个 一人一道地 推到坑里头 西路军剧团的导演 是知识分子 长得也好 又有文化 什么东西 他越是这样的人呢 越是倒霉 他被那个 被俘了以后 就是那些当官的 宣传玩他 玩他 这个玩夜了 把他扔了 又换一个 白天不见太阳 夜晚不见月亮 房阴森森 人孤零零 只有才狼把牢房 多年后 回忆起被俘的近况 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一贯将战俘 斩首活埋的马步方 意外地发现 妇女团中 有一批能歌善舞的文工团员 他决定将他们 扩充到自己的剧团 为马家军演出 身为文工团员的王定国 这才得以死里逃生 我们是万里长征民族的英雄 雪山草地长江皇后 一切天心英国 因为亲爱的马步方说 还有跳舞的留着留着 就没杀 其他都杀掉了 杀掉了 我们留着了 留着了 把他搞了个死活员 给我们住下 住下来 我们就在那里 自己做饭 文工团就这样 在马步方提供的住所 住了下来 王定国他们表面上 给马步方演出 暗中展开了一场 秘密的自救行动 那个是白冲戏 白冲戏那个人到清海来 说是那个马步方 就说想办法演个戏 给北冲戏看看 是吧 北冲戏去了 当我去了跳舞的时候 一脚把鞋打在 北冲戏那个插住 被子都给他打掉了 把他吓得泡了 一天王定国得到了 一个惊人的消息 有人在俘虏的队伍中 看见了张晴秋 张晴秋曾经留学苏联 当时担任西路军 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也是政委程昌浩的妻子 此时的他化名狗秀英 而马步方正以一千大洋 四处悬赏集拿他 因为他那个时候 刚生孩子 就在战斗中 练生的孩子 所以他孩子们 就是生下来 就死掉了 就认了 他自己又失血 什么样的事 他就自己磨得脸上锅灰 他说我已经四十多岁了 就给 就只会做饭 王定国开始和张晴秋秘密接洽 着手将他从危险的战俘营中 转移到剧团内部 就想个办法 就是我们那些孩子 煮不复饭 小孩嘛 有个水手大一点的 他比我们大人 就是有个煮饭的 这样子就把他要来了 就是说好了 他就跟修音 不要暴露 他发了妆了人家不知道 所以没照着他 咱们悄悄就把他走 为了营救更多的战友 王定国要求去了张晴的福音堂医院 在这里继续探护和转移 西路军战友 他听说监牢里头 有一批也是背负的红军 他又闹不清到底是 是哪些人 他已经在医院里有护士 算是护士了 护士身边 他就到监牢去探监 人家就问他 你找什么人 他说我找我舅舅 他说你舅舅姓什么 他说我因为我妈 外婆家姓李 说姓李 这个国民党名字就跑去 就拉叫出一个人了 他姓李 是不是你舅舅 我妈一看了 就是周农 周农的 只好他也敢姓李 把他找出来了 王定国的营救行动 最终引起了马步方的警觉 同时也引发了 中共高层的关注 1937年7月17日 毛泽东派谢绝哉 作为共产党的代表 进驻甘肃南州 八路军办事处 刘瑞龙 魏传统 等一批西路军负责干部 经王定国和兰州八办的联系 秘密转移出张掖 经兰州 西安返回到延安 在谢绝哉的帮助下 王定国也找到了一个机会 回到了兰州 走到哪里 走到先到兰州 到兰州 所以我就在兰州 他在中央区里搬事处 就说你不要回来了 那边还有人 你到兰州把姓结回来 所以我又住下 在兰州住下 和他们那个集药科写着条子 写一百多条 一条 就回到那边去 又到那个高台啊 那是云昌啊 那些地方 把些条子送出去 出去了新赵德鲁啊 十八集团军 共产党成立了个十八集团军 在甘肃迎接你们 你们赶快回 在南滩街五十四号 找我 这些呢我去到那里等到 大概住了那 差不多快一年吧 回来三千 把条子送出去 一个穿一个 一个穿一个 都回来了 等我们那来了 你敲门 敲三下 找王定国 他就找他 王定国后来回忆说 这幢房子里面 地上都睡着被营救回来的 西路军将士 最多的时候 在这个小院子里 一晚上住了一百二十多人 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西路军两万一千八百人 在河西走廊上 几乎全军覆没 仍有大量西路军战士 流落在河西走廊上 等待组织上的救援 1937年9月 王定国秘密离开张叶 前往兰州 在这里他见到了谢绝哉 谢绝哉马上就认出 他是一四方面军会师时 过雪山前 为自己缝棉袄的女红军 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 过雪山 路上的时候 我爸爸拿着一口袋羊毛 就路过碰见我爸爸 就说小战友 小同志你能不能帮我忙 把我两件衣服给我缝起来 我把这个羊毛装在里头 不就是个袁袄了 就可以过雪山了 后来我妈妈就答应 答应给他缝 缝好了以后来 从那是头一次见面 来到兰州的王定国 本来打算像其他西路军战士一样 从兰州 金西安 前往他们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学习 谢绝哉却一再挽留了他 我父亲就跟他说 因为这项工作还得继续 还有很多人 我们又都不认识 只有你熟悉这块的情况 你认识他们 所以建议你还是留下来一段时间 继续把这事情继续做下去 所以我母亲就留下来 随后中共中央也希望王定国能暂时留下来 继续设法营救没有归队的西路军战友 没有想到一留就是几年 因为谢绝哉 王定国从此走上了一条不一样的人生道路 谢老师有一天晚上要给贺 贺耀祖写一封信 要引一个资料 说定国啊 说你给我去拿一张甘肃日报 或者拿中央日报 他就拿了五次 第一次拿回去 谢老师这不是 拿错了 第二次又拿错了 又拿一遍又不对 谢老师说你今儿怎么了 你遇到啥不愉快的事 脸一红一无脸 他说我不认字 谢绝哉是中共党内少有的博学知识 有名的延安无老之一 在他的指导下 王定国开始发奋学习 他后来在回忆中写道 那个时期从打算盘记账学起 每天坚持不断 常学习到深夜 出于对国民党高层进行统战的需要 组织上考虑谢绝哉身边需要一位 以夫妻名义出现的助手 那个人就是王定国 彭尼阿伦呢就给主席发了一个电报 一个是现了那个岁数比较大需要有人照顾 第二呢就工作上确实也是也需要 就得要给他一个合适的身份 不然的话他怎么去跟人家去交往呢 然后呢主席回电就同意了 同意 同意呢按照我母亲说 他母亲始终在说这是组织安排 这是组织安排 我没说我想要嫁给他 组织上开始找王定国谈话 希望王定国能跟谢绝哉结成抗力 协助谢老工作 王定国爽快地答应了 出席文化的他 当时并不知道抗力的真正含义 头一天晚上我跟他谈话 说从现在起你就开始照顾谢老 你们就结为抗力 他说好不好 特高兴 他晚上谢老是 谢老是上屋子里去睡觉休息 他不去 他哭 他说我不能让你睡觉的 他说你同意继承抗力吗 他说我 我同意抗力也不是睡觉啊 他说那不行 他一个没念过书 他也不知道什么叫抗力 后来给他讲清楚了 说现在你 你得用通俗 你怎么总用文词 你也不明白 老太说我愿意扶持谢老 1939年底 在谢绝哉离开兰州 回延安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之后 王定国仍旧留在兰州 坚持到最后一刻 盈旧西路军流落在河西走廊上的战士们 直至国共之间再一次关系恶化 他不得不撤出兰州 1940年 周恩来从苏联回来 途经兰州 王定国带着他和谢绝哉的第一个孩子 跟随周恩来 跟随周恩来 邓颖超等人 回到延安和谢绝哉团聚 在儿子谢飘的印象中 当时的延安物质匮乏到了极点 却正因为有母亲的辛勞作 他们家里总不愁吃穿 我爸爸来 我的印象里头来 是总是在不停地写 一天都 白天就是开会 晚上回来就是不停地在写 写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坐在爸爸的怀里头 看着他 他就在那儿写他的 我们坐在那儿 我妈妈来就是不停地在操劳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晚上睡觉 睡觉的时候我妈一看我的鞋破了 打好这些布壳 就拿这个破布条刷了浆糊 一晚上我妈就给我做出这样一双鞋来 猪 鸡 鸭 都养一大群 小孩我打的那孩子 他就下了蛋就叫 他就把蛋来了就敲了就火掉 毛主席他们都吃 什么杨少坤他们都吃 为了打破国民党对延安的物质封锁 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风衣足食的号召 发起轰轰烈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因为两家挨得很近 他常来谢绝在家里串门 谢老是不抽烟 不喝酒的 毛主席呢 就是有的时候中央要发东西嘛 发一块牛肉 发两个牛肉罐头 毛主席就揣着那个肉啊 罐头啊 找谢老换去 哎呀胡子 他说谢胡子嘛 胡子 我给你块牛肉 你能换给我多少盐呢 他说我没领啊 得赶紧领这个 我让谢老把盐领了 领了他俩都换 一块牛肉可以换两盐 见到谢家食物充足 家庭和乐 毛泽东不由地感叹 谢老有个贤内助 有一次 毛泽东和王定国打赌说 你要是在大生产运动中 当上劳模 我重重有赏 尽管毛泽东说的是一句玩笑话 谁都看得出 善于劳动持家的王定国 是劳模的不二人选 一场打赢国民党封锁的 没有硝烟的战争 就这样开始了 组织和几个警员一起 就是生产 我们的菜园子 我的印象非常深的 菜园子这东西特别多 什么都有 就是鸡鸭成群 而且猪 养了好几个猪 我和我姐姐还依然有一头猪 我们自己拿着小子去喂猪 所以到延安后期的时候 生活非常好 老太子就为了 整个延安地区最大的一口猪 三百多斤 这一年呢 喂下来 没饭吧 我说主席 主席也好吃肉 好吃红烧肉 然后他就上主席那去了 所以跟主席说 主席说 好 我一定要奖励你 结果他手头塞没有 这样吧 我给你写四个字吧 再接再厉 毛泽东也没有印章 再接再厉这四个字 是毛泽东赠给王定国的 武修全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 那是一个令人极其感动的场面 王定国带领他的生产小组 做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成绩 他们不仅开荒 种地 养猪 在生活上做到自给自足 而且还从事副食品生产 以优质的产品供应了中央机关 犒劳了王震南下的部队 我的印象最深的时候 有年8月15 我妈妈做月饼 一做就做好几百斤 我们家那个缸 就是可以装进人的这么大的大缸 就是一大缸一大缸的酱 然后木头盖子盖着 然后做出来以后 把酱做成酱油 把酱油都卖给大食堂了 这个烟筒烧炕的时候 烟筒那个烟灰 烟灰不是拿什么油调了以后 做成油磨 那时候就都搞这些 虽然我自己没做过 但是我看着他们在做 然后边区的所有的印刷的油磨 都是他们供给的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赞誉 王定国总谦逊地说 这里有谢老的一份功劳 我在劳动的时候 他帮忙带着孩子 从1937年结婚到谢绝哉去世 王定国和谢绝哉建立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他们共同生活了34年 有过8个孩子 1983年8月22日 王定国回到阔别四十余年的甘肃 在张叶高台烈士陵园 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烈士陵园务后心 威额一向建成人 将军虽死山河在 留取丹心赵后人 从1936年冬到1937年春 西路军两万一千八百人 在这片土地上遭遇马步方十万多人的节节赌击 经历了大大小小八十多次战斗之后 几乎全军覆没 当年他们失败的消息也随即传到延安 延安将这次军事行动的失败归结为 西路军执行了曾经另立中央的张国焘的错误路线 当时活着的还有两千多人 我们建了的大概也就几百人 特别在有一些老同志家里 我能够这样问他地方了 就直接到他家去 他说我现在在县老身边工作 那些人在干什么 有饭吃吗 有义穿吗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那个毕竟也是十几岁的小女孩 在兰州南关 一家街道办事处下属的纸盒厂 王定国终于找到了陈淑娥 当年陈淑娥和王定国都是西路军文工团的团员 她也是红西路军九军军长孙玉清生前的女友 此时的陈淑娥在一盏昏暗的灯下 将桌上的一叠叠牛皮纸折叠成一个个纸盒 据说折一只纸盒给一分钱 陈淑娥靠着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 春门进去了就是那些陪同我们的工作人员 就告诉陈淑娥 陈大姐 那个王大姐来看你了 她已经目睹到什么程度呢 仿佛没有听到 没反应 那时候老太年龄不大 七十多岁 她以为她没听见又喊了一句陈淑娥 在四川的时候 陈淑娥是文工团里长得最漂亮的一个 文工团常到各军去演出 二十七岁的九军军长孙玉清 喜欢上了陈淑娥 两人相爱了 部队从四川走到了黄河边上 陈淑娥发现自己怀孕了 问孙玉清该怎么办 那时孙玉清在鼓浪打了败仗 她说 别怕 等我打了胜仗 就解决咱俩的事情 可是不久 陈淑娥就和文工团一起被俘了 她被压卸到青海 马步方的总指挥马远海 一眼就看中了陈淑娥 点名要她做小老婆 为了刚出生的孩子 她忍下了 这时 在祁连山中分散突围的孙玉清被俘了 马步方如获至宝 百般做她的劝详工作 孙玉清不为所动 最后 马步方请示蒋介石 蒋介石回殿 以危害民国罪处以急刑 孙玉清被砍下了头颅 1949年 马远海去了台湾 陈淑娥留了下来 一直寄养在别人家里的儿子找到她 母子俩相依为命 过着贫困交加的生活 我们是一大地方 我们都是一个单位 在四川就一个单位 民苦 民苦 他也是在哭 我们也活在哭 我们也活在哭 母亲是呢 心情一关没了 一年老了 二年把你这 想起去说 母亲去 没有 一会儿 比一段两晚吃上一晚饭 腾腾睡醒的 现在是想服的 你说 有肉肉要死的 那时候陈淑娥的头发就一根儿黑点了 瘦的不是瓜子来 好像是精子来了 这就是河骨突出的都 特别特别严重 就除了一层皮 几乎是看不见什么 王定国在陈淑娥旁边坐下来 他拿起桌上的纸张 帮着陈淑娥一个又一个地叠成盒子 大概持续了有将近五六分钟 都叠 那些人在后边站着 也没敢做事 这时候陈淑娥突然 哇 这伙哭出来了 王定国啊 你过来咯 把那个香荫 哎呀 我盘死你咯 在随后的日子里 王定国按照民政局提供的名单 将仍旧幸存的西路军战士 一一找到 请他们到宾馆 一起吃顿饭 开个座谈会 听听他们有哪些要求 见到这个王定国老大都叫他中央首长 所以他自己 他说我也不是首长 我就自己跑来看你们 他那一趟 特别他那些原来比较好的那些 一个剧团的那些姐妹 他有时候看到 他那些人都苦得很嘛 就省点钱 他把他自己的衣服也是 因为那些人都苦得很啊 钱也没有了 我就把我身上穿的衣服 留一件给你 当个纪念嘛 他最后要回北京前 他身上衣服都脱光了 就剩了随身的 1983年9月26日 王定国在日记中写道 经过二十几天的调查 行程数千公里 积累的资料很多了 我决定国庆前不回北京了 抓紧时间 起草给中央的报告 一个户口问题 一个医疗问题 一个恢复他老红军的身份 另外呢 他们还有个普遍的一个要求 一个他们离开老家几十年了 跟老家是几十年不通音信 想回老家看一看 另外呢 解放了这么多年 社会主义了 这社会主义到底什么样子 我们没看见 那最好让我们到北京去看一看 报告完成后 王定国随即返回北京 他找到时任中顾委常委的伍修权 1938年2月 伍修权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和王定国相识 当时 中共中央为了加强 同苏联驻兰州代表的联系 委派精通俄语的伍修权 接替彭加伦 按照当时中央政策 过了三年回来的习路军战士 不予收留 和王定国一样 伍修权亲历了那段历史 伍修权 伍修权那天可能是有特别重要的事 回来就很晚了 我们就在他们家吃点饭 到九点半 快十点了伍修权回来 哎呦 王大姐 正管你找我 一定有急事吧 他说有事啊 他说还是咱们去西北 弄那个红席路军的事啊 这个这个 他说我知道啊 你们不是写报告 他说写完了 写完了你放这吧 我看看 明后天我有空看看 老他说不干呢 那不行明后天不行 一共三页半 他说你马上看 看完了 你就马上给我钱 我就拿走 最后落款不是王定国一个人 是王定国 武修权 李先念 徐向前 很多人 随后王定国给时任 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信 反映西路军流落人员的待遇问题 这份签了名的报告 随即也递交到胡耀邦手中 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 民政部 卫生部 财政部 和解放军总政治部 共同制定了一个文件 对仍旧散落在 河西走廊上的西路军战士 政治上改变称谓 不再叫红军流落人员 而称为红军西路军老战士 同时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 当时财政部 民政部 这个阻力都很大 财政部说这笔钱从哪出 这样人多的是 红军里有 解放军里也有 八路军里也有 都是流散了以后的 这样都动起来受不了 财政受不了 后来胡耀邦还是坚持 最后就是除了 这个前面几项都可以 就是这个老同志回家 那个量太大 这个到北京来 这个替代不了 也是人太多 这两项不提 非常激动 没想到今生今世 还能解决我们的名誉呢 他为这事儿跑了七年 从西路军溃败以来 受王定国等人救助的西路军将士达数千人之多 他们中的很多人 后来成为了中共高层的骨干力量 解放后张秦秋成为新中国首位纺织部女部长 是唯一没有被授贤的女将军 刘瑞龙 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 华东局龙委书记 未传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副部长 2004年 92岁高龄的王定国决定重走长征路 去看看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只要走到农村 进的老百姓家里 他都要了解一下你们到底现在生活怎么样 好不好就看你的米缸里头有没有米 你的房梁上的 因为四川都喜欢把腊肉熏鸡都挂在那上头 看在你房梁上是不是挂着有很多吃的 他就觉得自己当时吃苦没有白吃 是很值得的 因为换来了现在的人的生活的一种安定 一种幸福 这么多下午 再来 休息一下 请要 smok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西洋未必逊晨曦 晚年的王定国是一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 他参与发起中国老年文物协会 促进了国家文物保护法的颁布 他倡导成立的山海关长城研究会 促进了对长城的宣传保护 他还积极投入挽救失足青少年的活动 又在94岁高龄时重走长征路 探望还健在的老战友和老房东相亲 他书写了一个中国女红军的传奇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我们一起走过》 下期再见 长城民族的英雄 雪山草的长江黄河 一切天心英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